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, 加拿大的沃泰华号与中国海军在东海发生了多次接触,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引起了加拿大的担忧。 事发当天,中国军舰跟随沃泰华号并向其发出警告, 双方距离仅有一公里,并出动无人机进行监控。 报道揭示了加拿大军舰在中国附近进行军演的事实, 这被认为是一种挑衅行为。 此外,加拿大军舰可能有计划撞航台海, 这也是中国海军跟随监视的原因之一。 该报道引发了人们对加拿大军舰在东海的行动目的的质疑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